脚扭伤肿了怎么办 正将运动医学诊疗中心西淮病区主任医师 这个也是要分期的 如果早期的损伤以后 肯定还是要注意 还是要限制活动 甚至要一些固定 需要直居或者是护怀的这样固定 所以说这个肿胀刚刚受伤的前三天或者到一周 这个可能不能热服 再一个主要还要固定 固定加冷服 当然也可以用一些药 局部的一些高药 或者是一些吃的一些消肿的活血止疼的药 这个是可以的 往往这个老百姓有一些土方法 用什么酒烧了什么那些 那个是绝对不允许的 特别是在早期一周以内 那个会加重肿胀 所以说早期主要是冷服和固定 到了三周以后 如果还有一些肿胀 倒是可以用热服中药泡 热水泡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在早期是绝对不能热服 要冷服 冷服加固定 专家提示 专家提示 受伤的前三天或一周 需要固定加冷敷 也可以局部用高药 口服活血止疼的药 二 三周后 如果还有肿胀 可以热敷 中药泡 热水泡 热水泡